身材魁梧,满两横肉,标志性铁拳横扫天下 江湖人称,神一样的男人又回来了 时间回到2008年,韩国富二代准备在越南建设度假村 中间人却一步在此,与歹徒沆瀣一气 将富二代骗上面包车,屁股还没坐热就挨了一顿泡拳 风度翩翩小王子转眼成猪头 没错,他被绑架了,绑匪江海上是个嗜血疯子 不提前,先在富二代身上卸零件 另一边,石刀疯子在便利店撒泼 老马准备绕到后方偷袭,怎么生活太好 又涨了20斤肥肉,几道旁边货架发出声响 引起疯子入义,智取失败,只能正面硬刚 趁疯子叫嚣之际,石出杀术简第二势,过肩衰 再补一记,标志性铁拳结束 围观群众为神一样的男人喝彩 却不成想,人群中暗藏记者 几天后,警察执法过当,导致罪犯面部重伤凹陷上报 老马成了重使之地,刚好警队接到新任务 去越南引渡一名韩国疑犯回国 这个疑犯行为十分可疑 他是第一个主动向领事馆自首,并且申请回国 这一波自投罗网操作让警方摸不着头脑 老马刚好可以借此机会避避风头 与班长一路辗转来到越南 当晚便遇上冤在韩国的县人 从他的口中得知,越南黑社会比韩国更加猖獗 他们随身带枪,一言不合便会开战 老马作为暴力鼻祖自然不屑一顾 警局内,老马发现,一个月有三万人来越南 其中一部分人无故失踪 有人被害,有人躲起来实施犯罪 而自首犯人案件比较简单 明天上午十点则可以办理引渡 如果老马没有深究,此行肯定非常顺利 但他有种强烈感觉,案件一定没有那么简单 为了问出真相,老马带着犯人进入小黑屋友好交谈 掐脖子,拗耳朵,震耳膜 一套组合拳下来,罪犯身心都受到重创 不得不从事招来,原来是同伙想杀了他 并交代了同伙藏身之地 顺着地址找上门才发现,那人早已死透 这下老马与班长短时间内别想回国了 连夜夹审自首犯人 这次没有动手,甚至愿意将此人无罪释放 但那人一想到外面凶险,差点吓尿 再也不敢隐瞒 竹筒刀豆子吐个干干净净 原来他参与了绑架富二代 当时共有五人 搜遍了富二代全身只有九千万韩元 因分赃不均起争执 老大江海上心肠歹毒,下手残忍 直接将一同伴割喉 富二代借机跑路,被逮回 为保命收出两亿现金 金条和保险柜密码 尽管如此,还是被活活砍死 并割下一只手将照片发给其父所要赎金 两天之后又收到五个亿 但他和同伴却心生恐惧 再也不敢与江海上为伍 没分钱就跑路了 主动自首,想要引渡回国 是不得已保命之策 根据逃犯交代的埋尸地点 果真找到了四具尸体 足为说明江海上此前已经犯下多起命案 但这次江海上恐怕很难独善其身 富二代老爹成为韩国首富 绝非善类 拥有一家私货公司 有钱有势 黑白两道通吃 为了给儿子报仇 联系当地,势力庞大 韩国黑道,拉库正到处找寻江海上 老马掌握此线索 赶往拉库所在赌场 使用必杀技,放倒多人后 终于见到幕后大哥 抢先送上一具铁拳 顺手扬起巴掌 打晕身边小弟 拉库拿出手枪还礼 可威风并没维持多久 就被老马夺了主动拳 当枪口转向自己时 拉库变成了真的拉库 并讲明自己收钱只负责带路 而报仇心切的富豪正式展开行动 拍来杀手正在江海上住处伏击 但江海上不仅伸手很辣 还有缜密心思 发现家门口正冒烟的烟头 不好预感强烈袭雷 但他装作若无其事进屋 故意忽视躲在暗处之人 闪身进入卫生间 对手刚操到跟前 就被猛然伸出的手拽进去 噼里啪啦乱想过后 没了动静 后面几人面面相聚 当门再次打开 一势行轰一片 江海上持刀迎战 另一个小弟在几人身后堵截 上演一场真正的猛虎战群狼 不要命打法让来人胆寒 几个回合下来 全部倒在地上 那些稍有栖息者惨遭不刀 只留一人 别问出幕后执事者 主动将军给富豪打去电话 隔着一条电话线 杀意生疼 江海上索要被拿走的50万美金 否则只能去韩国不死不休 无论在哪个国家 警察似乎都习惯晚来一步 老马赶到现场 只见满屋狼藉和死尸 却没有防备躲在暗处的江海上 他突然从卫生间窜出 一刀砍在班长肩头 见此老马瞬间上头 如战身附底 以一敌二 江海上从他身手确定 自己遇到真正的硬茬子 不敢正面硬刚 利用小弟与其缠斗机会 加之为把逃出去 消失无踪 老马闹出这么大动静 加上两国执法标准不同 越南警方再也无法忍耐 决定将他们驱逐出境 老马不情愿 也无可内核 临走前逼问小弟 得知江海上下一步计划是绑架富豪 断定江海上一定会前往韩国 老马也不再坚持 立即带着受伤班长 坐上回国飞机 踏上属于自己的土地 老马终于不用再束手束脚 调取近三天监控录像 果然发现 江海上早一步到达韩国 偷走一辆汽车 消失在画面中 富豪这边也收到消息 立即安排手下组织国外高手 对他围追堵截 带到必须无马分尸 一场血雨腥风 正在悄然拉开序幕 老马又立下军令状 一中间彻底解决麻烦 根据牌照找到被盗车辆 上面却没有留下任何有价值的信息 而越紧张越出了案子 江海上竟然胆大包天 乔装打扮进入富二代葬礼 并躲过丁烧警察和杀手 与富豪同坐一步电梯 淡定自我介绍后展开行动 可身高三米八保镖并不好对付 江海上使出全身解数 还是人家手里的小鸡崽子 差点被林伯掐死的 但江海上也有一套 老树盘跟盘斧在保安身上 逃出一剑刀 朝着脖颈处扎下去 富豪失去庇护 成了任人宰割鱼肉 等候在停车场的杀手 也被江海上手下一网打尽 他们杀人如砍瓜切菜 但凡能杀死的 绝不留活口给自己添麻烦 正因如此 哪怕他露出微笑 依然能够让人头皮发麻 第二天 富豪老婆收到 劫匪送来的手指和录像 准备二十一 否则只能自行拼接尸块 老马计划在江海上 拿赎金石进行抓捕 在此之前 必须找一个胆大靠谱司机 老马早已有了人选 原来四年前 胡老大侥幸保住性命 从此脱离黑社会 开了一家婚姻介绍所 专门坑骗单身狗 虽不在里道上事 却依旧畏惧老马 同一时间 江海上也筹划好退路 孰心到手 立刻干掉富豪夫妻 隐姓埋名 去别国享受 隔天清人 胡老大摘着一批墙前 与富豪老婆去了交易地点 这么多钱在手 谁都忍不住懂歪心思 想到老马 邪念瞬间消失 警察悄悄跟在他们车辆后面 江海上反侦查能力非常强 不仅派了一路人尾随 导致老马处于被动 不得已自己驾车 从另一个路口跟上去 原本不远路程转了14圈 老马已经处在异路边缘 却不敢有其他动作 根据江海上发来的视频 老马发现背景是一栋烂尾楼 于是派人依次巡查 一名警员果真找到了那栋烂尾楼 并在里面发现了富豪的车 里面却没有人 强烈直觉告诉他 人肯定就在附近 救人心切的他 没有等待救援 顺着血迹发现重伤富豪 正常来说 此时更该加强警惕 但两人就是缺根弦 不管不顾往外走时 江海上持刀出现在身后 下一秒 白刀子进 红刀子出 若不是支援及时赶到 小命必将交代在这里 江海上见大事已去 驾车疯狂逃窜 打电话通知两名同伙赶紧撤 对方却以为他想独吞21 并未按照吩咐办事 依旧尾随富豪老婆的车 就在这时 胡老大收到命令 富豪已经获救 眼下配合警方拦截两名劫匪 这个过程中 劫匪甩掉警察 将车开进地下室 胡老大解随其后 正面一缸时才发现寡不敌重 但让劫匪看见 庄前箱子 没命往上扑 无奈只能让富豪老婆自行逃命 自己则驾车与劫匪周旋 而劫匪像八爪鱼般 趴在车上 怎么也甩不掉 另一人向富豪老婆那边追去 商场内 劫匪当众行凶 围观群众却各自避而远之 唯恐伤其自身 妖命关头 老马赶到 重拳出击 对方滚下电梯 但人未猜死 鸟为神王 劫匪不肯就此逃命 又随着电梯升上来 再挨一拳彻底消停 另一边 胡老大将人甩飞 回头看到前箱子 再也压制不住贪念 脚底抹油 便可开始新的人生 马不停蹄赶往码头 准备偷渡到其他国家 老马却让他不如意 一纸通缉令发出 把江海上也引去码头 面对强者 胡老大只能高举双手 认怂 钱已到手 想脱身 却难上加难 大街小巷 全有警察把控 江海上穿过小胡同 上了公交车 胡老大心有不甘 将所见报告给老马 公交车驶入隧道 老马会武警师帮拦下 有序疏散乘客 留下江海上 正邪间斗争正式开始 期间 老马被刀子划伤 但他的铁拳 也让江海上吃尽苦头 最后一脚飞踹 将其揣出车外 还敢用家人威胁 老马更怒了 老子四十大几 长得丑 却胖得可爱 竟然连个女朋友都没有 一拳使出全部力量 江海上的脸 嵌在车玻璃上 害怕再被扣上 暴力执法帽子 老马匆匆 离开现场 留下班长 给自己擦屁股 这部电影叫做犯罪都市2 伤于2022年 老马这个怪物刑警 用自己的方式 不惜以不正义的方式 来践行正义 以违背法律的方式 来执行法律 让圈禁在条条框框的我们 看过之后 能长输一口气 如果你也是 动作爽片的爱好者 绝对值得一看 请不吝点赞